入圍的有 林依晨 不夠善良的我們 徐瑋寧 不夠善良的我們 第五十九屆金鐘獎入圍名單揭曉 迷你劇集方面 八十門的辯護人一共入圍十六個獎項 成為最大贏家 同時也是戲劇類入圍最多的戲劇作品 包括迷你劇集獎 迷你劇集電視電影導演獎 編劇獎 男主角獎 女主角獎 男配角獎 女配角獎 贏最劇成立新人獎等十六項大獎 而入圍迷你劇集電視電影 男主角獎的李明順 也分享他的入圍感言 他表示正在球場打球 明明中注定打球都會收到好消息 謝謝大家 期待期待 首次入圍的雷家瑞也超興奮 表示開心尖叫 謝謝導演把莉娜這個角色給他詮釋 會繼續加油 何瑞芝跟他老婆感情很好 他不會離婚的 我不想讓你 如果想說你覺得是張儀劇呢 另外一大亮點不夠善良的我們 是為主演林依晨 徐瑞寧 賀君香 以及柯震東全數入圍 其中林依晨和徐瑞寧 更是同時入圍迷你劇集電視電影女主角獎 好巧喔 我是何瑞芝 經理幫你分到我這一組 主張好 搶過來啊 你演到了嗎 你很愛很愛他很快 在劇中是情敵的良人 在戲外也要對達著迷迷事後 網內互搭的良人也分享他們的入圍感言 林依晨偷露當時正在看電影 得知自己入圍很開心 但電影剛好演到男女主角分離的痛苦 所以內心非常糾葛拉扯 徐瑞寧則表示 很開心和不夠善良的夥伴們一起入圍 希望一起留住這一切的美好 而迷你劇集部分 除了八尺門的辯護人 以及不夠善良的我們之外 RNA 韓光 鹽水大飯店等作品 也入圍多個獎項 究竟第59屆金鐘獎會獎落誰家 實在是太期待點你當天的介紹啦 法拉查邦助者李報道